换上跑鞋扭动筋骨 去世代发 鸣枪起跑 今天我一定跑好跑 我希望能够追上 讲万汉市长 追上战争政市长 一早出席铁道马拉松 侯友宜精力充沛 受访的悬外之音 透露内心真实声音 一个人跑也许跑得快一点 但是团队一起跑 会跑得更久更严 跑得更好 确实若想达正2024 单靠一人整够 侯友宜更二度出手 展现母鸡姿态 退选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 我个人是非常难过的 但是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一个决定 失望难过全血脸上 新北市议员刘哲璋 原本由逸选2024立委 对上同党现任罗明才 但16号凌晨 PO出侯友宜的会面照 为了顾及团结 停止竞选活动 侯市长来到我家 然后我很感动一点就是 其实他不是来劝退我 他反而是鼓励我 继续选下去 非常佩服侯友宜的大公无私 强调侯市长没叫他退 是多方考量后大局为重 但侯友宜连两次帮初选沟通 态势明朗更传出 侯阵营选举策略已有两大雏形 第一会在各地成立分战 首战就是嘉义的出生地 第二不会辞市长 总词询后才会有选举动作 反观对手 对未来台湾的战斗 我们国家的奉用 绝对要继续选举的国家 赖清德早已摇旗纳喊 第二站来到宜兰 绿营路站启动 蓝营台面上人选未定 但台面下早已慢跑待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